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仁爱区市议员童之伟 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 位在仁爱区青年创业的代表 青年级深开的店 来到这边会非常我有感觉的 日本料理的感觉 然后已珍在我们的这个仁爱区中 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 那今天我也邀请了我们三位 非常好的兄弟 然后也是我们 都是我们这个市议员的朋友们 一起来我们仁爱区这边共享美食 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他们啰 第一位是我们暖暖最用心 我的好兄弟林敏讯议员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仁爱区选出来的市议员 暖暖最用心林敏讯 同时之间我也是我们 仁爱区市议员童之伟的好朋友 那今天受到他的邀请 我们来到这个仁爱区的青年级烧烤 那来介绍美食给大家 好 接下来呢我要介绍 我们安乐区选出来的市议员 同时也是我们 基隆市议会第十九届副议长 林佩祥 你坐着就好 也许 哈啰 各位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乐区的林佩祥 同时之间也是我们 基隆市市议会第十九届的副议长 今天来跟子伟过来 来这边品尝他所讲的 基隆的道地隐藏美食 那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啊 你放心 再来呢我们还有一位 这个我的好兄弟 他在中山区的市议员 同时之间也是 副议长的好朋友 庄敬胜议员 嗨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 我是中山区的市议员 庄敬胜 庄议员 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同志委 同意员 带我来品尝这么好的美食 其实看鱼美食 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 一定会很好吃 希望大家一起来品尝 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庄议员已经瘦很多了 所以我一定要特别邀请他 来我们仁爱区 品尝一下我们的美食 顺便推荐一下 我们在地青年创业的日本料理 走吧 我们大家一起走吧 观众朋友 听说老板今天准备了一桌好料 还有不少创意美食在里头 赶紧跟上瞧瞧 哇 满满的一桌好料理 要请大家来品尝啰 丰盛的一桌佳肴 相信大家肚子都饿了 那我要先介绍一道菜呢 就是五味透抽 如果是基隆小孩 没有吃过透抽 不要跟我说你去过海鲜店 不要跟我说你住在基隆 它的透抽 吃下去包准一买 任何一间日本料理店 或是热炒店 你一定要来吃过这间的透抽 这道薄香五味透抽 有嚼劲 搭配五味酱更提鲜味 紧接着是哪一道料理呢 我要介绍的是一个 幼香蛤仔鱼 我们来品尝一下 它的蛤仔鱼 现在用这种包装起来 用我们的烘焙纸包装 来不湿它的鲜味 然后我们来品尝看看 哇 好棒的一条鱼 嗯 果然锁住它的鲜味 属于说 鸚鱼里面三咖喱 这个鸚仔鱼 算是最棒的 最好的一种鱼 它油脂非常丰富 而且把那个所有的鲜味 跟柚子的香味 一起融合在一起 有着幼香的鸚仔鱼 尝起来甜甜的 口感很特别 接下来是哪一道料理呢 剩一片丼饭 然后我来这边来吃 来尝一尝它的味道 到底怎么样 看得出来 我先撒一点柚子吧 这鱼片丼饭是日本人 他们其实跟他们的鱼敷锅一样 本来是一般的庶民美食 可是经过这几十年 我们的日本文化在台湾也好 还在全世界的展颜之后 这个东西变得非常的受欢迎 所以我就不客气了 いただきます 很鲜 如果仔细看上面还有鱼卵 所以那个卡丽卡丽 那个鱼卵的味道很爽口 味道非常的好 非常的新鲜 很值得直接就吃 脚下会卡滋卡滋的生鱼片丼饭 鲜甜美味很豁口评哦 紧接着换暖暖醉用心 同时也是乱乱熊爱家的林敏薰 好来介绍这个 那个化骨 化骨秋刀鱼 那相信大家观众朋友 喜欢周星驰 尤其是我是那个新野迷的 就是你有看过周星驰 尾小宝的电影里面 那个化骨棉掌 那个海公公打出来的化骨棉掌 听说这条秋刀鱼就是 经过这个化骨棉掌打到之后 整个那个骨头都整个化掉 那等一下吃下去 相信一定是非常的软嫩非常的绵密 那我就来尝一口看看 它的秋刀鱼真的是 那个骨头整个都已经碎裂了 那非常的绵密非常的香 那尤其它的酱汁 也是非常特别 那配合了这个秋刀鱼下去 其实爱吃鱼的朋友 非常考虑 非常推荐你 值得你来细细的品尝 绵密充满油脂的秋刀鱼 以洋葱带出鲜甜 更特别是连骨头也可以吃 真是太神奇了 而这一道老板力推的是什么啊 这一道是我们明太子先玉烧 他将玉泥先把它打底 然后上面再淋上那个明太子酱 他再去简单的一个烘烤 我觉得非常的提味 也将我们芋头的味道 又加上海味 真是不错的一个山珍海味 那接下来又换熊爱夹的 林敏勋来介绍这个 牛肉洋葱起司炸饭团 那重点是他加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会好吃到令人流泪的洋葱 没错我加了洋葱 所以牛肉洋葱起司的这个炸饭团 这个里面满满的馅料 有牛肉 起司 洋葱 红月洋葱其实是我本身很爱的一个食物 那我现在就来评尝看看 它的牛肉非常的香 然后加上起司的甜味 然后重点是洋葱是好吃到人家流泪 所以这个这一件 这个牛肉洋葱起司的这个炸饭团 非常值得推荐 像炸饭团一样好吃的 还有烤鲑鱼头 很鲜 很新鲜 味道很好 可以杯冰酒吗 让人吃了还会想吃的满桌料理 最大功臣就是这位七年级生老板 老板在安热区创业后 紧接着在暖暖吉人爱区也都开店了 秉持着家人的爱和勇气 一步步完成自己在家乡创业的梦想 谢谢最帅的童物园来我们今年级用餐 不知道用餐感觉怎么样呢 非常开心 我们有一位非常具有创意跟特色的店 然后也愿意在地青年创业的这个年轻人来 我们回来基隆创业 然后回回故乡 那我也很高兴 我们可以邀请到我的好兄弟们一起来品尝 那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那这边是一个非常适合下班小桌 谈公事 不管你要谈行谈公事的好地方 而且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包厢 有不同的味道 所以欢迎大家来仁爱区 品尝一下七年即生的创业料理 我们一起干杯 干杯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